段校方议员一向关心地方长辈以及建设 今天当然也不例外 他以光复录一段525项人行道中段为开场 请教交通处 希望交通处设法解决地方民众交通的不便 接着他提到龙山综合大楼的规划 也表示目前大楼门户洞开有安全上的疑虑 希望市政府着手规划设计之余 也要注意别让这里成为治安死教 那因为闲置已经差不多一年左右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原来一楼有干载店 二楼有个妈妈厨房 上面的话甚至有歌唱班这些 那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周边的居民在反映 他闲置的这段时间也没有人去管理 那二楼来讲的话 像这个都被破坏掉了 那周边的居民都非常的担心 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人在里面中火 或是在里面吸毒 都会造成一个治安的死角 会造成周边居民的一个恐慌 那我们龙山综合大楼 我们今年会有相关的工程 包括一楼跟B1 我们会做一个耐震补调的工程 那另外在这个二楼到四楼 是我们龙山图书奔馆 已经规划好了 也正在进行施工 今年也会完成 二楼是这个旗刊 阅览区 三楼会有自修室 还有影音的阅读区 四楼则是这个阅览的书库 五六楼目前就是文化局在使用 那至于这个九楼 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社会处的这个 苍青银把族的使用的活动空间 我们会让这个整个龙山大楼的空间 能够活化 特别是这个一楼和B1的部分 我们今年底也会进行招商 希望能够有这个 比较好现代化的市场 或是来进驻 这样子提供周边的这个居民 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的功能 另外像是光复路一段163项这块台塘的土地 还有关东市场也都是段校方议员关心的焦点 接着登场的陈建明议员跟刘康燕议员 两个人默契十足进行联合质询 首先针对轻轨计划路网目前的进度 为何出现县市步调不一的状况 请交通处进行说明 所以我希望杨文科县长可以考量整个新竹县市交通路网的更进步 让市民生活技能提升 让城市样貌的改变 能够尽快的告诉县民还有新竹市民 究竟新竹县有没有心要来推动这个大新竹轻轨 那么当然也要呼吁新竹市政府 因为经过20多年来 做过这么多次的这个可行性评估 其实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能量 那么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要来协助新竹县政府 我们大家一起携手来合作 共同推动这个大新竹轻轨 我们建议新竹县政府 赶快成立一个 你们要成立一个 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单位 或者是一个主管 针对这个新竹县的议题呢 进行会诊 就新竹县的都市计划 路网的一个站点 土地开发 都市计划 以及财务可行性 要做一个综合评估 因为毕竟新竹县在十三县市的一个发展 这一个差异性还蛮大的 那跟新竹县的 新竹县自己的这个路网需要怎么样去决定 我想新竹市 这个尊重新竹县的决定 但是并不能帮新竹县决定它路网的未来 那新竹市这边会把所有路网的一个衔接面 都会作为一个开放 那未来新竹县赶上进度之后 随时都可以跟新竹市的路网 做一个衔接 接着他们也请县政府能够多花一点心思 在新竹市侠内的现有地上 像是应顺桥下 还有进炉就是其二的两个地方 由于疏于管理 环境脏乱 实在相当可惜 希望县市能够找到合作的模式 让这些现有地能够好好的被管理以及活化利用 结束这个议题之后 刘康燕议员接着关心焚化炉的研议 他提醒环保局务必提前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 让民众不担心 我们的南疗焚化炉在民国111年2月以前 就要完成这个新旧厂商 还有新旧设备的这个交接 所以换句话说 最晚最晚在民国明年就是110年 必须做好这个规划 那么到时候会是一个比较大规模 长时间的这个税修或停留 那么过去我们一般的税修 大概就是停个两个礼拜 可是这一次可能会停到二到三个月 所以到底新竹市跟县 这些一般的生活废弃物 还有事业废弃物 这些垃圾要何去何从 我想环保局必须很具体的 来告诉市民朋友 以免造成这个垃圾大战 到处街道上都是这些垃圾 我想我们氛化厂 第一阶段的这个营业 大概会在111年的2月 就差不多告一个阶段 要步入下一个阶段的操作期 那事实上我们环保局很早就在准备了 在106年12月 我们就招标厂商来做这个规划 来评估整个整场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依照比如说 这个设备的老旧 或是有些可能是已经没有零件了 或是要提升设备的等级 或是法规要求等等这些面向 将整个焚化厂需要提升 或是更换的设备 就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那这个报告也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也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向 跟环保署争取这个补助的经费 希望我们中央能够依注一些 依注经费进来补助我们新竹市 焚化厂的一个升级 另外两位议员也相当关心 艺文的发展 刘康燕议员为北馆文化发声 希望新竹市能够好好重视 并且保存这些珍贵的资产 最后两位议员还提及了居住正义 以及南辽志鸿池的议题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把市民的每一件事 都当作大事 让新竹市的各项建设都能够越来越好 开播新竹林彦斌蔡文起采访报道